农村小伙儿意外捡了个女人回家 见她长得着实好看 便寻思给自己当老婆 谁知女人吓得躲到床脚瑟瑟发倒 狗娃的心顿时就软了 狗娃连忙端了水来 问她叫什么 她不说话 问从哪里来 她也不说话 狗娃无奈又端了些吃的 女孩肯定是饿了 抱着食物大口大口地吃 狗娃心想 她是个哑巴 默默退出去 把毛巾洗洗 谁知回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睡着了 狗娃没有叫醒 只是让出了床铺 想着明天就送她回家 谁知一大早 就被屋外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 女孩早早起来 准备了早饭 狗娃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梦 她把刚挤的牛奶 加入浆木 味道竟然出奇的好喝 狗娃对女孩更加好奇 看着院子里的干草垛 她还能想起初遇女孩时 她就躲在其中 狗娃听到动静 还以为是钻了什么动物 急忙用叉子打开 谁知女孩直接晕了过去 狗娃这才好心将她带回 现在看她又漂亮又贤惠 竟有些舍不得把她送走 便说让女孩把腿伤养好 狗娃父母双亡 靠着父母留下的水牛 勉强度日 狗娃白天要出去放牛 回来的时候 桌子上已经做好了饭 屋里屋外又干净又整洁 她第一次感受到 有媳妇的好 狗娃给女孩带了水果 忍不住又盯着她细丑 这时村长在外面喊她 说要把二凤介绍给她 二凤别把酒喝好了 那三桶奶就作为彩礼了 我都没同意 你咋就说好了 狗娃从小和二凤一起长大 对她就仿佛对待亲生妹妹 从没有过非分之想 狗娃拒绝了村长的好意 眼神还忍不住往屋里飘 村长一下就明白了 你呀年纪轻轻的 你小心被人骗了 这时村长发现牛不见了 狗娃进屋 女孩也不见了 她真觉得自己被骗 急忙出去到处寻找 好在女孩只是去放牛了 狗娃看着女孩会心一笑 这一刻她就是仙女下凡 狗娃让女孩骑在水牛上 带着她一起回了家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 邻居的小孩跑过来玩 女孩会贴心地端上食物 这是二代 这是 狗娃哥 他是谁啊 他怎么还穿着你的衣服 是我在牛圈里捡的 孩子们不知道她的名字 所以都喊她仙女姐姐 狗娃见她一个人忙碌 赶忙端来一碗牛奶 希望她腿伤好得快些 女孩在桌子上写字 说好了 两人之间的默契 如同夫妻 可接着 村长带着警察来了 村里进来陌生人 自然要登记 谁知女孩直接关门回了房间 狗娃去和女孩商量 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身体微微颤倒 手脚显得局处不安 第二天狗娃刚起床 女孩便消失不见了 她找遍了整个山头 也不见女孩的身影 她觉得女孩不会回来了 狗娃垂头丧气回到家 村长又来劝说 让她到阿尔凤家提亲 这次狗娃答应了 提着约定的三桶牛奶 只是阿尔凤已经相亲别人 狗娃默默放下礼物 算是送他们的新婚贺礼了 狗娃笑得十分释怀 一句话没说便走了 阿尔凤有些气恼 和相亲男当即定下了婚事 那边 女孩在山林里迷路了 又困又饿 加上身上有伤 一不小心便晕倒了 是之前串门的孩子 发现了仙女姐姐 他们随即报告给狗娃 狗娃急匆匆赶来 将女孩送去医院 医生帮她处理完伤口后 特地把狗娃叫到一边 医生说 对待这种病人一定要多陪伴 尤其是不能再受刺激 狗娃思索了很久 狗娃收拾了行李 带着女孩来到村外 一处空置的房子 这里衣衫傍水 环境格外优美 女孩也喜欢这里 他们在这里住下来 狗娃每天都陪着她 每天都和她说说心里话 虽然女孩从未回应过 但狗娃坚信 她听得懂 因为女孩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了狗娃的手心 她叫秀秀 狗娃发现她喜欢花 于是每天都上山 摘一束新鲜的 放在她的房间里 山上的香蕉数了 狗娃大批拉去城里卖掉 临走的时候 秀秀站在岸上依依不舍 狗娃相信 急或秀秀一辈子都不说话 也不能阻止他们幸福下去 所以从城里回来 狗娃买了许多种子 为秀秀种了整片花海 秀秀第一次抱住了她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本以为 他们会延续平淡的幸福 没有背叛 没有欺骗 只有无尽的呵护与爱 谁知这一天 秀秀居然说话 而且张口就是 原来秀秀经营着一个小摊 专门卖姜汁壮奶 生意一直不错 谁知这天晚上 几名喝醉的顾客 在一旁对她指指点点 甚至还动手动脚 见秀秀招架不住 男人直接对她用墙 秀秀在与男人打斗中 踩刀钢桥统计男人胸膛 她害怕极了 只能四处逃命 最终才来到这个小山村 狗娃听完 并没有责怪秀秀 而是心疼她的遭遇 但一辈子逃不是办法 人必须勇敢去面对 于是鼓励秀秀去自首 狗娃亲自把秀秀送去警局 村长又来冷嘲热讽 之后狗娃再没回来过 她一直生活在和秀秀生活的地方 每天与水牛为伴 房间的窗台上 照常放着秀秀喜欢的花 她迟迟等待着秀秀 一天又一天 数月后 秀秀坐着警方的摩托回来了 经判定秀秀属于正当防卫 并且男人被及时送医 已经抢救过来 因为秀秀的主动投案 她和她的同伙 也都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秀秀急匆匆跑去找狗娃 可她不在 窗台如常放着一样的鲜花 秀秀知道狗娃一直都在 于是冲去山头 找到狗娃放牛的地方 相距甚远 狗娃就远远看到了那一抹身影 双向奔赴的爱情 终于收获了天长地久 他们努力用心 对抗着爱情虚伪的外衣 无关经济 无关地位 爱上一个人 因为她给了别人无法代替的感觉